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7月15號的股海洪洋 我是宏准 那台北股票市場今天非常刺激哦 早盤的一度大跌 將近70點80點的空間 然後尾盤又開始給你收漲 到後面的收在最高 那整個台北股票市場 你可以發現到說 最近的震盪的幅度是非常大的 那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震盪幅度呢 最主要還是因為錢的關係 那我之前上個禮拜已經跟大家講過 就是說新台幣的部分呢 他現在正在賄賂當中 那這些錢一旦進來的時候 他就會開始去攪動市場上面 一些已經稱級已久的資金 所以個股之間的輪動速度 甚至指數之間呢 他在擺盪的速度也會開始加快 這一段時間呢 你必須要按照技術面的操作 而且你要掌握好節奏 才不會去追在那個相對高檔上面 首先我們去看一下今天字卡的部分 台北股票市場呢 今天這種上衝下行呢 他到底屬於多方還是一個空方的格局 那我一直跟大家強調台北股票市場 現在走的是一個均線盤 既然是均線的話你就要看均線的角度 均線的操作法則有三條 第一條叫做均線的上揚 他是支撐對不對 所以我先看一下目前的均線 他還是一樣 他是上揚的對不對 所以呢這個多方格局 他並沒有改變 他並沒有改變 那今天很有趣的 你去看一下指數的部分 他一拉回點到這個均線之後 馬上就開始出現反彈了 他就開始出現反彈 所以現在呢這個點位上面 他是有支撐力道存在的 有人在這個地方硬要把他撐在這裡 那只要他不要跌破均線 其實整體的多方趨勢不會改變 那整個市場的樂觀氣氛 就不會轉回悲觀 那自然呢指數就會有往上去創高的空間 那我們把整個壓力跟支撐連接起來 你可以看得到 這一條均線的部分呢 他就是什麼 他是一條均線的支撐點對不對 那上方呢 目前所遇到的就是前高的壓力區 那指數的部分呢 在這裡一直來回的去做擺盪 他再來回的去做擺盪 他變成形成一個三角收斂的狀態 那在形態學裡面呢 三角收斂形態一旦壓縮到了一個極致 那量增突破的那個地方 他就是一個很重要的表態點 那以目前的均線的走勢來看 他往上突破的機會是比較大的 他往上去突破新高的機會是大的 那再加上禮拜三就是期貨的結算日哦 所以呢量最後會不會在期貨結算日 那一天整個爆發出來哦 這我們就是要去持續再去做觀察的地方哦 那總結一句 就是現在的整體的加權指數呢 他就像壓皮球一樣 他把他壓成一個三角收斂的形態 然後去等待最後那一天在表態的那個時機 所以最後那個量增的那個點位 就是最終的方向哦 那不管如何你在操作上面 指數的方向是一回事 但是個股的方向也是哦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資金的部分哦 錢還是一樣他還是持續的往 台灣來做移動 美國聯準會如果要降息的話 美元他會貶值 那美元貶值呢就會帶動資金 從美國撤出來 往亞洲市場來做移動 那這些資金呢 他會來台灣為什麼會來台灣 因為台灣的殖利率 在全世界都是數一數二的高哦 那殖利率很高 代表我們的公司很賺錢 但是呢股價都偏在相對的低檔 那這種這種 本益比非常低的地方 然後殖利率很高的 就是那些法人的資金的最愛 比如像說勞退 比如像說國外不只台灣有勞退啦 國外他們也是有勞退 他們的勞退基金就會很喜歡買 類似這樣的標的 因為長期穩健的正報酬 所以這些資金一旦會進來的時候 當然就會來推升台股 持續的往上去做攻堅的動作 這熱錢他才剛進來 他還沒有要結束的跡象 他還沒有要結束哦 所以你不要把行情看得太空 他會修正 比如像說上禮拜五 我跟你講說行情他會修正 但是他來回去做測試支撐的動作 只要這個支撐不要跌破 其實基本上還沒有走空的疑慮 那我們要看格蘭幣八大法則 這個是我一直在跟大家強調的 為什麼會用他 因為現在就是均線盤 既然是均線盤 我們就要拿均線最經典 最有power的一個分析的模式嘛 所以格蘭幣八大法則就已經跟我講了 未來的均線走勢就是這樣 每次乖離過大他會收斂 每次乖離過大他會收斂 所以你如果都是用追價的方式 你會追在那個高點 那就算今天股價的部分 或者是指數的部分在創新高 對你而言只是解套而已 所以你要怎麼買 買點在哪邊 第一個轉折的買點 第二個拉回測試支撐的買點 那現在呢就是你要鎖定的 就是這兩個非常重要的買點 第一個就是股價開始突破下彎的均線 開始往上走 第二個呢就是突破下彎的均線 開始往上走的時候呢 你高不能追 你要拉回測試支撐的時候 再去做買方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 均線的法則不只在台股可以用 包括在國際股市也是一樣 所以當時呢 費城半導體在7月9號的時候 我說全世界的股市 包括美國股市 你要看的不是道琼 因為道琼已經創歷史新高了 納斯達克也創歷史新高了 但是唯一還在低檔的 還沒有創歷史新高的 叫做費城半導體 這個費城半導體呢 他雖然沒有創新高 可是呢 你要注意一點 他的趨勢是往上的 他的趨勢已經開始從一個底部 慢慢開始要墊上來 所以呢 道琼指數已經在高檔 納斯達克也在高檔 但是費城半導體 他是屬於底部正在起漲 那我要你去看的 就是這些底部起漲的標的嘛 所以費城半導體 當時在7月9號的時候 出現一根長紅 我說這根長紅 他已經是一個表態 因為一樣啊 這條均線有沒有下彎 他沒有下彎對不對 而且呢 他每次來測均線的時候就上去 每次來測金 每次測完均線就上去 所以整體的趨勢沒有改變 但是你要注意一下 怪力過大 他一定會做熟練 只要買在那個回測支撐的位置就好了 所以呢 7月9號費城半導體的指數 開始做一個反彈 那昨天呢 禮拜五的時候呢 費城半導體呢 雖然還沒有創新高 可是他的漲幅已經高於 道瓊跟高於納斯達克 說禮拜五的時候 費半的漲幅是高達1.9% 是高達1.9% 換算成台股等於要漲200多點 所以資金開始往 被人家低估的這些費城半導體的指數 相關個股在走 那半導體的景氣好或不好 影響到哪裡 影響到他的下游包括未來的品牌的部分 蘋果啊 華為啊 我管你是誰 你不管是哪一家公司 你要推出這些3C產品 你還是得用到半導體嘛 所以半導體的景氣復甦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現在呢 半導體的景氣已經開始復甦的時候 他才會去推升下游的動作 那上游 春江水暖壓先知 所以上游的半導體呢 就是你必須要去特別關注的一個方向 那這些半導體族群呢 開始在做啟動的時候 當然個股之間就要開始 去做一個輪動表態 包括今天台積電的部分 他創下新高對不對 然後呢還有一些IC設計的部分呢 其實也開始慢慢在做走強 但是請注意節奏一定要把他掌握好 強勢股你要買在短線上拉回的時候 比如像之前跟大家談過 像男子店的部分 我說這檔股票呢 量大高點他不會是最高點對不對 這根爆量長紅他未來會越過去 但是越過去呢 你的買點就決定你未來 獲利的空間有多大 如果你用追價的方式 就算越過去他可能再創個高 他可能就結束了 但是呢如果他是在壓回有沒有 比如像說隔天他就做一個拉回的 拉回測試支撐的時候 就是你最好的佈局買點 但是呢因為大家都會忽略他 通常為什麼一些市場上的專家 喜歡講當天大漲的股票 因為這個是直接可以拿來看得到的東西 這個漲停板啊 那個漲停板看起來很輝煌 但是事實上呢 第一個他的買點在哪邊 他有可能漲停板前一根 前一個TIC他才去做追價的動作 又或者是說啊 他可能這個漲停板他根本就沒買 所以呢我們真實的操作是怎樣 我們必須要掌握好節奏跟TEMPO 像這種大漲的 前一天已經大漲的標的 會納入我的口袋名單裡面 但是我不會急著去出手 我要看一下時機 看一下他的支撐跟壓力的價位在哪邊 所以當他開始拉回去做測試支撐的動作 發現到說他連一半的紅K都沒有跌破 代表說他的支撐點 這個地方的支撐價位是很強的 所以我們當時就在這個點位去做布局的動作 那你看今天台北股票市場 其實盤中大跌的時候 其實他就慢慢的開始去創高上 他慢慢開始走高位 還是收在最高點 所以量大高點他就被突破了 重點是他還有配息一塊錢 你把這一塊錢加上去的話 其實以他今天的漲幅來講 已經一根漲停板了 已經超過10% 已經將近10%了 所以我們的操作就是這樣 強勢股買拉回你的節奏 無必要把他掌握好 當你把節奏都掌握好的時候 你就不會犯下追高殺低的問題 那這檔個股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 他還沒有啟動 可是這一段時間這兩根紅K棒有沒有 我說這個是帶量的突破 這個帶量突破呢 他是屬於外資在做布局 拉回測試支撐的時候 這些大戶主力 甚至我講的這些外資的部分 其實他籌碼並沒有鬆動 他沒有鬆動的情況下 拉回測試支撐你要找 買點去做布局的動作 那所有的內容呢 其實我都會放在我的light裡面 你可以掃一下QR Code 或者是直接搜尋 小老鼠BYR25551V 加入我們風行操盤式的家族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預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再會 拜拜 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